大家好我是Edit 歡迎回到Live Journaling 很久都沒有拍過畫手像的影片 今天想和大家一起畫手像 今次的主題就是動物心有會 我會畫一些在遊戲中我覺得有趣的事情 畫在手像中 而且也會分享一些我玩遊戲的時候覺得很搞笑的事情 如果你有興趣知道是什麼 就繼續看下去 第一樣要記錄在手像的 當然是島的地圖 一開始系統就會隨機分配四個地圖 讓你選擇 其實這個地圖會很影響你之後的發展 所以怎樣去選擇適合你的地圖就很重要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我都重開了一次遊戲去選擇自己想要的島形 淺色的地方就是高地 深色的地方就是平原 你可以留意一下有沒有一些地方 其實太窄根本就用不到 起不到東西 又或者有些位置會被河流分開了 想想落落的時候又要過河 經常都要轉到去就會很麻煩 而且經常都要釣魚的 所以如果在沙灘的部分 是被很多河流這樣去隔開了的話 你經常走來走去就會非常麻煩 另外如果你的河流是在高地橫跨去低地的話 那就是那個是瀑布 你可以留意一下那個瀑布的方向 因為整個遊戲都是只可以向前望 如果你想見到正面的瀑布 你就要留意一下這些部分 畫下自己的地圖有什麼好處呢 除了是一個紀錄之外 也可以幫助你規劃你的島 之後要建不同東西的時候 都可以有一個對照 也可以讓我們更加善用我們的資源 例如每一天我們有一個很重要的資源 就是這些石頭 所以每天都要走勻整個島 找這些石頭出來敲一下它 拿出它裡面的礦石石頭 黏土等等的 所以你要記得你石頭的位置就很重要了 順帶一提 因為烤石頭其實都很有技巧的 烤石頭的時候會有後座力 所以你要在後面這個位置 和這個位置刮一個洞 這樣就可以防止你向後跌 所以你就可以刮到最多的石頭出來 這次這個手杖 因為這個是一個遊戲手杖 所以我想營造那種很小孩子 很RAW的感覺 所以我就選擇了用木顏色 而且筆觸也是很粗糙 方向也是很隨意的 畫好地圖之後 我就會畫下我這個島 所出產的土橙 我這個島就是出產橙 它種的花就是三色紫 所以我都會把這些花和土橙去畫下 有些人都會去其他地方 包括外島或者朋友的島 去移植他們的果樹和花過來 所以你也可以做一個討論 去讓自己去記錄下 你現在的島上 已經擁有哪一種的花和水果 接著就去到比較重要的部分 就是這個遊戲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那些動物朋友 我起初的時候就有兩個動物朋友 現在我就有五個動物朋友 我就會畫下這些動物朋友 其實他們也很有趣的 我第一個動物朋友 就是叫花娜 他是一隻紅色的狗 一個女生 他有很多特別的嗜好 他會有時在島上唱歌 他會有一個週五自省大會 他也有很多朋友 性格雖然有點內向 但說話的時候又很直接 我試過跟他說太多話 然後他生氣了我 嚇死我 我另一個動物朋友 就是一隻 迷彩色的鱷魚 是一個男生 他很喜歡健身 他的衣著也很古怪 所以我就送了一件衣服給他 然後他就沒有再穿過 他那件迷彩顏色的衣服 就穿了我給他那件衣服 他也很喜歡坐在戶外 起初認識這些動物朋友的時候 都是覺得很開心 因為只要你跟他說話 他就會送禮物給你 那這種朋友 雖然好像有點交易 但其實當你不斷接收他們的禮物 就算是甚麼禮物都好 其實你都會覺得很開心 不過我發現這個遊戲特別的地方 就是這些動物朋友 其實不單止是不停地提供資源給你 他都真的好像一個人一樣 例如慢慢他就會跟我說 他留意到我跟其他朋友 在這個島上的互動 他也會留意到我有哪些朋友來過我這個島 有哪些朋友是經常會來 他也會觀察我們的喜好 我覺得這些朋友都是挺有趣 好像跟我真實認識的人 都有些共通點 我們有時認識朋友 不是都是 起初都是很來很去 互相去贈送一些禮物 但是慢慢你都會留意這個人 其實是一個怎樣的人 他喜歡甚麼 他有甚麼朋友 下一次我就想說一下 在這個遊戲裏面 其他值得記錄下來的東西 例如是有些小提示 在甚麼地方會得到一些禮物 又或者是怎樣可以報紙得好一點 這段片其實不是甚麼公樂分享 他純粹是有些我玩完這個遊戲的感受 還有可以分享一些小提示給大家 那如果你也有興趣想玩這個遊戲的話 又有興趣想寫手帳 那你也可以參考一下這段片 如果有甚麼想跟我說 無論關於遊戲 手帳 或者任何事情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都會每一個都會看 或者你也可以 Follow我的Instagram 我會跟你聊聊天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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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